你好,欢迎来到凯奇国相在线,我是凯奇 2020年美国女子青年锦标赛 17岁的叶诗文Krisa Yee获得了冠军 并且读得了冠军奖金3000美元 那么值得一提的呢 这一次10名顶尖的美国青年女棋手 那么6名都是华裔的棋手 并且呢他们分享了前4名 那么我们今天呢来看的这盘对局呢 就是获得了最终冠军的Krisa Yee 对阵第四名的Jennifer Yu 那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盘对局是怎么下的 白棋呢走了E4 黑棋E5 白棋马F3 黑棋马C6 白棋向B5 西班牙开局 黑棋A6 白棋向A4 黑棋马F6 白棋短一位 黑棋B5 白棋向B3 黑棋向B7 那么Jennifer Yu呢是选择了一个 比较复杂的西班牙的变化 那么白棋呢走了车到E1 黑棋向到C5 白棋冰到C3 黑棋D6 白棋A4 破坏黑棋的后翼兵型 黑棋短一位 白棋D4 黑棋向B6 白棋向G5 那么我们会看到黑棋的向呢 已经走到了这个A7到G1的斜线 没有放到常规的E7的位置 所以呢 白棋在这个局面当中 向到G5 斜线牵制对方 那么黑棋H6 白棋向H4 退向 那么在这个局面当中啊 Jennifer Yu呢走了G5 可以说这步招法呢 是比较冒险的一步招法 因为在G5走完之后 势必啊 那么黑棋的王前呢 就会有一定程度上的削弱啊 在这个局面当中呢 比如说1999年的时候 伊万秋克在跟这个 托卡切夫的一盘对局当中呢 黑棋呢 走的是先异地吃掉 然后对方C地之后 再走G5 那么这样的话呢 这个次取对于黑棋来说 是更好的一个次取 因为最重要的是 白棋在这个局面当中 就没办法弃子了 比如说你要是再走马G5 HG向G5之后 那么由于一兵和C三兵 已经交换过了 那么黑棋呢 就可以直接马第四 然后准备马E6 让自己的马呢撤回来 然后消灭第四兵之后 拔掉了白棋的中心 并且呢 可以更好的去守住自己的王 那么我们回到这盘棋 在向H4之后呢 黑棋没有直接异地 而是马上就走了G5 但是这样的话呢 就会给白棋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进攻的机会 那么你可以暂停一下视频 试着想一想 如果你是这个白棋的话 你是叶诗文 在这个局面当中 你要走什么呢 好 对局当中白棋呢 走了马G5 那么在这个局面当中 马G5啊 可以说是一个 非常聪明的一个决定 那么并且呢 这次比赛的这个用时啊 是每方25分钟加5秒 那么是一个快棋的比赛 所以叶诗文在赛后的时候也说 那么在这个局面当中啊 由于是一个快棋啊 那么他的这种棋子 可以给对方更大的压力 那么因为如果要是一盘慢棋的话 那这个直接棋子的话 那么会有一定的风险 因为对方有很充足的时间 可以去考虑 究竟要怎么应对 但是在快棋当中呢 这样的棋子给对方一些压力 那么这个他觉得啊 对方很有可能就会 这个找不到最好的防守下反啊 那所以呢 在这个局面当中 他也没有特别多的计算 而是直接就走了马鞠武棋子了啊 那么这是从比赛的形式上来说 那另一方面呢 这部客观来说 这个马鞠武也是非常直的啊 因为在马鞠武之后 HG相鞠武之后 那么白棋呢 用三分的马 换掉了对方的两支兵 那么首先呢 子力亏损 是亏损了一分 并且呢 这个局面当中 黑棋的王啊 完全都暴露出来了 比如说白棋的这个车 很快就可以做一个电梯车 Rooklift啊 去进攻黑棋的王 并且呢 这个白棋的后 也可以随时加入到战斗当中 所以在这个局面当中呢 黑棋是比较难受的啊 那我们继续来看 对局当中呢 黑棋走了王到G7 想要让自己的王 加强对F6马的这个保护啊 那么如果黑棋 在这个局面当中 再走ED的话 那么白棋啊 就不会走CD了 而是可以考虑走向到D5 那么向到D5之后 可以摁住 黑棋的这个整个后翼的棋子啊 那如果我们把棋盘一分为两半来看的话 黑棋的大部分棋子都在后翼 那么他的王翼就会比较削弱 那么在向D5走完之后 虽然白棋看上去 没能够直接啊 这个马上就能够 呃 将死对方的王 或者马上就能够获得什么样的进攻机会 但是呢 在这样的一个局面来说 黑棋会比较痛苦 因为黑棋在这个局面当中 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找法可以走啊 那所以我们继续来看对局 向G5走完之后呢 黑棋走了王到G7 白棋呢 车E3好棋啊 通过这个第三横线准备把自己的车调动到G3或者是F3去进攻对方的王 那么对局当中呢 这个黑棋走了马到E7 那么想把自己的马通过C6 然后放到G6去来封堵住这条直线啊 那么在马G 马E7之后 白棋呢 走了车到G3啊 那么这部招法呀 稍稍有一些招集啊 最好的招法在这个局面当中 应该是走马到D2 先出动自己后翼的棋子 保护住E4 然后再准备把自己的车放到这个对方的王前啊 但是呢 G3这部棋啊 也可以被接受 因为直接就可以威胁对方的王 那么尤其在一个快棋当中 这种招法 走出这种招法无可厚非 但是马D2客观来说是最好的招法 但是从这个比赛竞技的角度来说啊 这部棋马到D2应该说临场的时候 很难 棋手们很难去选择这一类的招法 因为白棋已经弃子了 所以白棋子力是亏损的 一般来说 这个我们在下棋 即在比赛当中 这个子力亏损的时候 往往都会相对比较紧张 都想要去这个 把这个棋子赢回来 或者是给对方一些 看得见的实质性的压力啊 所以呢 往往在这个局面当中 可能很多棋手都会选择这种 马上就去对对方的王进行威胁的招法 但是实际上呢 这种安静的招法 马D2啊 却是最好的 因为呢 先把自己的后翼子力啊 出动 然后保护住自己的E4 下一步棋 再去进攻 而且呢 在马D2之后 实际上黑棋在这个局面当中 没有任何的这个招法的进展啊 比如说如果他现在在这个局面当中 走了马到G8 想要去防守自己的这个F6 让自己的两个马连起来 那然后我们就可以GG3 对方马G6就走不了了 下一步棋的话 我们在这个局面当中 随时都可以向H4退向 然后进攻对方的王啊 那么就会给这个黑棋很大的压力啊 那么如果要是黑棋在这个局面当中 再走马G6 但是白棋呢 也可以通过攻击对方的这个F6马 先走GF3 在马F4之后再走GG3啊 那么下一步棋威胁向F4 对方呢 比如说马回到这个G6去 那么等于说白棋呢 就多走了一步棋 那么在H4H5之后 这个局面黑棋啊 会非常的困难啊 所以呢 在这个局面当中啊 马一棋走完之后 白棋呢 马第二这一步安静的招法 是最好的一步棋 但是实战当中呢 走了G到G3啊 那么黑棋呢 向E4直接吃掉了啊 拔掉了这个E4兵 可以让自己的向呢 通过斜线快速的防守好自己的王啊 那么对局当中 白棋呢 走了后到第二 想要向H6啊 那么将军或者是向F6打掉之后 再走后G5 把自己的后呢 调到对方往前去啊 那么在这个局面当中啊 现在的话 应该说是比较复杂和激烈的 那么Jennifer 下到这的时候还有大概12分钟左右 他花了大概一半的时间 花了6分钟啊 那么走出了下面的一步招法 他在这个局面当中啊 走了车到G8啊 这步棋呢 是一步坏棋 他走这步招法的原因可能有两个 第一呢 他是低估了这个白棋的进攻啊 他可能是觉得 我这个车的话走到G8去 然后不给你向H6吃掉 他可能是低估了白棋的进攻啊 那么所以呢 他觉得GG8之后 对方向F6 他往F6 他也能守住 所以他可能在这个时候走了GG8 或者是另外的一个原因就是 他可能不太舍得去放弃自己的F8车 所以他把自己的车走到了G8去啊 但是实际上在这个局面当中呢 黑棋最好的招法呀 就是走向到G6 赶紧让自己的B7向通过E4 然后走到自己的王前 来封堵住对方对这个黑棋王的进攻 比如说如果要是向H6将军的话 那么黑棋呢 王G8 白棋如果向F8吃掉 黑棋在这个局面当中 或F8吃掉 那么虽然白棋多吃了半子 白棋这个吃了半子回来 但是从棋盘的整体来说 他还是少半子的啊 并且呢 这个黑棋的王啊 可以呃 稍微比刚才要安全的多了啊 所以在这个局面当中 黑棋应该弃掉这个车 然后来让自己的王更加的安全啊 那在这个局面当中啊 黑棋没有走这个向到G6 而是走了这个G到G8啊 那么对局当中 向吃F6好棋 那么王吃F6 后到H6将军 那么黑棋呢 走到向到G6 看上去在这个局面当中呢 黑棋守住了这一波的攻势啊 因为白棋在这个局面当中 后和车啊 这个进攻对方的王 但是只有两个棋子啊 黑棋看上去暂时还没什么问题 但是呢 接下来啊 这个白棋啊 走了马到第二 好棋 把自己的这个后翼的马 然后调整到这个中心上去 那么下一步棋呢 马一四啊 就是有一个这个绝杀的威胁啊 那么所以在这个局面当中 黑棋虽然多着半子 但是这个局面已经非常的难下了啊 对局当中呢 黑棋走了 冰到第五 想要守住这个一四格 不让白棋的马跳上去 那么在这个局面当中 白棋又走了一步特别好的招法 你可以暂停一下视频 试着替 Krisa Yee来想一下 在这个局面当中 你觉得白棋应该走什么 好 你想好了吗 在对局当中 白棋走了 车道一一 好棋啊 那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滚雪球式的进攻 当你进攻的时候啊 那么你想把这个攻势变得越来越厉害 就要不断的增加新的棋子啊 给自己的这个整体的进攻 增加新的进攻的血液啊 那么就像你在滚雪球一样 你想搓一个非常大的雪球 你要不断的加新的血在这个雪球上面 这个雪球才会越来越大 所以在这个局面当中 车一一是特别好的招法啊 那么在这个局面当中 第一虽然可能是一部先手棋 虽然是一部将军 但是在王一五走完之后 你再走车一一 对方王第六 黑棋的王啊 就可以成功的逃跑了 你再将后F4 那么王第七之后 这个黑棋的王呢 就逃窜到了后椅 就会比较安全 那么白棋的进攻呢 就会进入到死胡同当中啊 没办法更进一步了 所以呢 在这个局面当中 白棋走了车一一 好棋 那么让自己的车发挥作用 并且呢 断住对方的王 不让对方的王逃跑 那么比如说 如果要是黑棋 在这个局面当中 要是赶走这个异地 那么白棋 马上就会有这个 GF3将军的威胁 因为黑棋的王 就不能够逃跑了 那么在马F5之后呢 我们简单走G4 下一步GF5 这个也是非常厉害的 无论是GF5 还是G5 都是绝杀了 那么我们的这个 一一车断住了 对方的王 非常的厉害 那么在这个局面当中 G1之后 如果黑棋要是走一四 也是不行的 因为白棋可以 马吃一四 那么如果要是第一的话 白棋在这个局面当中 又可以后F4将军 王继七在后F棋 那么王H6之后 白棋再走后F6 下一步棋 G13绝杀 黑棋也是守不住的了 所以车一一 奠定了白棋的 非常好的进攻的 迎棋的机会 那么对局当中的 黑棋的王走到了一六 赶紧趁着一线 还在封闭的状态 把自己的王逃到后一去 但是车吃一五 王到第七 那么白棋车到一三 继续进攻对方的一棋马 那么对局当中 车一八 白棋向吃第五 黑棋C6 白棋向F3 那么在这个局面当中 黑棋的王暂时不用担心 被将死了 但是这个局面会非常的难受 黑棋现在多了一个青子 但是却少了三只兵 并且他的王和自己的子力位置 都不是很协调 并且在这个局面当中 由于黑棋的压力比较大 所以在这个快棋的25分钟 加5秒的比赛当中 用时也比较多 那么下到这个局面的时候 黑棋就只剩下20多秒了 而白棋还有4分多钟 所以这个时间的优势 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对局当中 黑棋在面对非常大的实验压力下 又走出了一步败招 那么在这个局面当中 黑棋应该走的招法是王C7 还是让自己的王继续的 逃窜到自己的后翼去 那么可以让自己的王更安全一点 但是对局当中走了 马到F5 那么白棋车吃F5 好棋 那么这步招法的话 直接就把自己气到的这个棋子吃回来了 对局当中车E3 F1 向吃F5 那么后到C6 那么将军 对方只能往一棋 再后到A8 那终于白棋吃回了自己的棋子 并且在棋盘上多了4个兵 这个局面迎棋已经并没有难度了 对局当中 BA 马到C4 向到D3 马吃B6 后吃B6 后B7 强制对后 后吃B7 向吃B7 那么现在是一个同色格向的残局 但是白棋多了三个兵 王到D6 王到F2 F5 王到E1 王C7 向D5 王D6 C4 A5 王D2 对局当中 向到F1 白棋 H4 那么现在H兵和C兵是两个通路兵 那么黑棋的王呢 没办法同时防守这两个兵 所以黑棋在这个局面当中就认输了 那么这盘对局呢 就是 Krisa Ye 叶诗文 获得2020年美国女子青年锦标赛的 这个冠军的一盘非常精彩的对局 那么谢谢大家收看 我是凯奇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